假如你现在身处美洲 在草原上看见一种几乎和野猪一模一样的动物 那你看到的基本不可能是野猪 这是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西团 虽然长得猪头猪脑 但它和野猪却是长得很像的两种动物 同猪不同命 野猪现在已经泛滥成灾 西团却成了冰威动物 它为什么会和猪长得那么像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要想知道西团和猪为什么不是同一种动物 我们首先要了解它们的进化历史 它们无论是看起来还是生活习性都十分相似 但西团和猪都不是仅其 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科 西团属于西团科 而猪属于猪科 西团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动物 它们的化石可以追溯到6500万年前 也就是恐龙灭绝后不久 当时地球还只有一片大陆 上面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 其中有一类动物叫做骨偶蹄类 它们的脚上只有偶数个脚趾 有两个或四个 而西团就是偶蹄木中的一员 它们是从一种叫做骨偶蹄手的动物演化而来的 这种古生物是一种体型中等 长着尖牙和长腿的动物 可以在陆地和水中自由活动 适用环境的能力非常强 这种古生物在盘古大陆上广泛分布 后来随着大陆板块的分裂和飘移 它们也随之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 在南美洲 骨偶蹄兽逐渐演化成了西团 在北美洲和欧亚大陆 骨偶蹄兽演化成了印多霍斯兽 它逐渐演化成了河马 在海洋中 它又逐渐演化成了鲸鱼 所以现在的鲸鱼与猪 西团都有同一个祖先 现在的猪同样也是偶蹄木动物 和西团一样 是从远古猪这种动物分化出来的 远古猪长得像中型猪 是一种杂实性动物 体重约为50到100千克 在森林或草原地带生活 长着扁平的旧尺和长鼻子 可以嗅探和挖掘食物 远古猪类经过了几千万年的演化 朝不同的方向 分化出了多种现代的猪科动物 包括野猪 油猪 猪欢等 在体型 毛色 分布和习性上 都有很大的差异 而留在美洲的西团 则分化出了四个不同的种物 分别是岭西团 白纯西团 草原西团和大西团 在体型 毛色 分布和习性上 都有一些差异 有一种长得像野猪 吃得像野猪 但绝对不是野猪的动物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生活在美洲的西团 就是野猪亦父亦母的孪生兄弟 一眼看去长得几乎没什么区别 但和野猪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动物 和野猪相比 西团这一只更注重消化方面的优势 所以西团进化出了更加复杂的消化系统 可以更好地消化植物性食物 实性比猪更素一些 虽然曾经有过同一个老祖宗 现在长得也几乎一样 但野猪遍布所有大陆 西团却只在美洲出现 它俩到底为什么会长得那么像呢 要想知道西团和猪为什么看起来很像 我们还要了解它们的形态特征 西团和猪虽然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动物 但却有一些从祖先那里遗产下来的共同特征 首先我们要看看它们的头部 西团和猪都有着长长的口鼻部 这是因为它们都需要用鼻子来嗅探和挖掘食物 它们眼睛都不大视力也不好 所以都不太依赖视觉来寻找食物或盼盼底油 西团和猪都有着圆润的身材 这是因为它们都需要储存一定的脂肪 来抵御寒冷或饥饿 因为它们都需要长时间行走或奔跑 所以四肢都比较粗壮 另外尾巴同样都很短小 因为它们都不需要用尾巴来保持平衡或表达情绪 最后的共同点是 西团和猪都有着粗硬的毛发 这层租毛可以帮它们抵挡一些伤害 提高防御力 西团和猪的毛发都以灰黑色为主 目的差不多都是需要用毛色来隐藏或适应环境 同时身上也都有一些特殊的毛袋 这是因为它们都需要用这些花纹 来区分或吸引同伴 从这些相同点就能看得出来 西团和猪虽然距离很远 但它们在自然界中要面对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多 因此才会慢慢变成那么相似的模样 这就是生物学中的趋同进化 趋同进化指的是 不同种类或者不同支系的生物 在面对相似的环境压力或者生存需求时 会出现相似或者相同的形态功能特征 比如鱼和海豚是完全不同的动物 但都有流浅型的身体和好几个旗 这是因为它们都需要在水中快速游动 而西团和猪虽然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分了家 但生活压力却没什么区别 如今国内泛滥成灾的欧亚野猪 和远在美洲的西团是一对一父一母的孪生兄弟 虽然非常相似 不过真要区分的话还是有些不同的 在习性方面 西团是一种很有团队精神的动物 它们喜欢和很多朋友一起玩 有时候会聚集成一个大家庭 多的时候有几百只西团呢 野猪就不一样 它们比较害羞 只和自己的亲戚在一起 一般不超过二十只 不喜欢和外人打交道 西团的家庭关系比较和谐 没有什么老大老二的分别 雄性也不用离家出走 只是在谈恋爱的时候要注意礼貌 不能随便靠近私心 野猪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 有明确的上下级 雄性长大了就要离开家 只有在想找对象的时候才会回来看看 西团是一种很勇敢的动物 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团结一致 用自己的獠牙和臭线对抗敌人 甚至能吓跑比自己大两倍的每周虎 野猪同样勇敢 但更多的是莽撞 并且最明显的不同是野猪并没有抽签 其次我们要看看它们的实性 猪是杂食性动物 喜欢嫩叶 果实 昆虫和小型动物等等 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 并用扁平的嗅吃咀嚼和消化食物 虽然西团也是杂食性动物 以植物为主食 并偶尔吃些小动物或腐肉 不过它们更喜欢吃棕榈果 坚果 莓果 龙神兰等坚果和香果 由于西团的胃有两个腔 所以它们往往比野猪更加适应植物类杂食性生活 也就是说它们更青睐素食 最后我们要看看它们的活动时间 西团是日间活动的动物 只在清晨和黄昏出来觅食 在中午的时候会在树荫下休息 它们不喜欢高温和强光 会避开炎热和干旱的地方 它们在不同的季节和地区 有时会迁徙和冬眠 而猪是早晚活动的动物 白天会在尼坑里打滚或睡觉 它们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 会在水边或草地里活动 它们在不同的季节和地区 没有明显的活动变化 一般都是固定的生活方式 通过对比西团和猪的生活习性 我们可以看出 它们虽然有一些共同点 但也有很多区别 它们在社会行为上有很大的差异 西团更加注重群居和沟通 而猪更加单独和随意 它们在实性上有一些差异 西团更偏向于植物实性 而猪更偏向于动物实性 除此之外 西团和猪的外貌其实也有些不同 只是这些区别要仔细看才能发现 最明显的特征是 西团的两颗上獠牙是向下长的 而野猪的四颗獠牙全都向上弯 在西团的背部有能够分泌臭味的臭线 野猪则没有 西团的后脚上只有三个脚趾 而猪的后脚上四个脚趾 西团的耳朵比较小 而猪的耳朵比较大 西团的尾巴非常短 而猪的尾巴比较长 不过还是那句话 同猪不同命 虽然西团和猪非常相似 但比起家大业大的野猪 现在的西团在世界宾威物种红色名录里 有一种宾威一种异威 种群数量和野猪完全不能比 在美洲的野外 喜欢吃素的西团基本上等于食物链底层 美洲宝之类的大型猫科动物 就是它们的天敌 再加上南美洲整体经济不是非常发达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 导致自然栖息地减少 让与世无中的西团 整体数量都在减少 虽然看起来 比如今泛滥成灾的野猪 要人畜无害得多 不过野生西团 现在的生存环境并不怎么好 要是它们真的数量太少 那绝对会造成 美洲顶级劣势者的饥荒 进而对整体的自然生态 都造成毁灭性打击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 探秘的最大动力